他就是突然直接拉到这个群里 群主就开始派单说去关注抖音 关注他给我派的那个名字搜索 搜索完了我关注 截图回来他给我了个第一单3块3毛钱 杨女士说他通过在抖音点击关注 赚到了100多块钱的用金 3月14号群里有人给他介绍了新项目 他说有点赌博的意思 环球那个软件里头让我压那个大小 他给我说腌多少期压多少钱 压多少单 我操作完了给他一个截图 他让我刷新他那个余额的码 我刷新完了到最后钱都是在涨 确实是涨上去了 杨女士打开软件上面写着环球国际 目前余额是20万3000多 杨女士是通过银行转钱过去的 对方说是帮他操作所谓软件 一开始他只转账几百元 软件上显示余额数字翻了好几倍 后来转账金额上升到了三万甚至五万 中间他想提现对方回 获取出款单数据失败 补齐五万再来重新获取 杨女士照做了 后来他还在群里说 金额越来越大 有点忐忑 对方回等群里通知输了包赔 就到最后是二十零二十多万嘛 他说你要投入这个钱的百分之四十的一个资金 完了我跟你走下一个后台的一个流程 完了你才能把这些钱再弄出来 就是反正算了算了还要再投进去拔万 我这时候就是刚刚聊到这里吧 我老公就回来了 因为那时候我真的是心里实在是不知道怎么整了 我老公就是说报警 老公一番梳理杨女士才意识到这是一个骗局 而她的转账金额已经高达18万多 目前杭州鼠山派出所根据杨女士提供的证据 做了立案处理 1818黄金眼七周报道